越南菲律宾还有印尼 这些东盟国家 其实现在菲律宾都会看看越南怎么做 印尼又怎么走 那是不是真的一味的要亲美 当然要地区自己做抉择 可是如果讲到越南的话 大家别忘了 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 下期达沃斯论坛其实已经展开 那么越南的总理也应邀访华 结果我们在今天看到的讯息 是要请教一下亮哥 大陆的防长李尚福 倒是在北京 跟越南的防长会谈了 那么李尚福还说 中方愿同越方一道加强 两军高层沟通完善机制建设 深化务实合作 为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 那么潘文江这个越南的防长 也强调愿意跟中方加强合作 那么在此之前 其实大陆的国员总理李强 也跟越南总理范明正举行会谈 也就南海问题 那么说要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所以您看第一 就是现在中越两国方面 您刚刚提到说 会有带回来很多的合作成果 那是有哪一些方面 包括哪一些您的判断 那再者就是 现在真是大陆这个防长 就是可以跟其他各个不同的 国家的防长来对谈 但是好像就是独缺美国的防长 好亮哥 我觉得中越关系在去年软负重去高峰会之后 大概就确定了 那今年进一步软春服换成范明正嘛 那范明正它是属于中北部的清化省 那越南的中这个中北部啦 就是中部跟北部本来就比较跟中国比较友善 那所以而且又换掉两个副总理 那两个副总理都是比较亲美的 都是留美回来的啦 所以我觉得大体那个大局已定 所以我觉得本来那个南海行为准则 越南就没有什么特别反对的意见 事实上现在只有菲律宾还没搞定 那这个越南跟中国大陆合作 因为它今年经济真的相当不好啦 因为它的水力发电出了严重问题 雨量不足嘛 听说有那个反圣因现象 所以雨水不足 它的水力发电占百分之30 所以它轮流停电是到这个月底 那中国广西省当然有部分供应 可是还是远远不够 我认为中国大陆应该会协助它 做一些电力建设 那其他的经贸也会加强啦 就是我觉得基本上今年 中越关系会比较好啦 可是美国也不是闲着啦 所以那个雷根号就开到县港 不是在那边敦目外交吗 对 停四天嘛 然后日本也开始送越南一些 我记得好像一艘军舰吧 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他们都想要 不要让越南跟中国那么靠近 可是以目前的态势 因为范平正它本身也是公安出身的 所以事实上都跟美国没有那么亲啦 所以阮副仲已经是三任总书记了 越南基本上我觉得基本上可以主导 所以大概这一两年我认为会是中越比较好的一个阶段 好 不过回过头来那我们来看看 那你看像现在除了越南之外 当然就是还是要看菲律宾的态度 可是菲律宾现在要加强它的国防 说计划投入18亿美元采购两艘潜舰 还说如果今年可以拍板的话呢 预计到2029年就有非国史上第一艘潜舰入列服役了 菲律宾会想到要创建一个潜舰部队 而且还要跟谁 跟法国来合作 说法国的鱿鱼级潜舰是同类攻击潜舰中能力最强的 这也使得菲律宾的海军非常的心动 所以请教一下赖老师 菲律宾为什么会想到要创建潜舰部队 要花不少钱18亿美元来打造 第二就是一听到说 法国要来什么 要来供应这个潜舰的话 我们第一个就想到是说 会不会美国又来蓝湖呢 这个不容易 因为法国的这个柴油动力潜舰 确实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 它跟日本的仓农级潜舰排名都是第一名的 在柴油动力这个部分 这也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当初要向法国购买 因为澳大利亚当初是向日本跟法国 同时就是说开始要招标 那它是招的是国际标 但是有个前提就是我大批量的买 你必须把技术转移给我 那这个技术里面有一部分 最关键的技术就是澳大利亚的潜舰海军 他们所使需要的就是一种锻造的技术 锻造技术的好的这个潜舰是很困难的 那现在法国就等于是原来已经帮你 备料都备好了 都已经开始在建造了 建造了一半以后你说不要了 那澳大利亚有赔了好几个亿美元 赔了不少钱 那对于法国人来说的话 他当然把成本拿回来 然后违约金也拿回来 可是问题就是那些建造的潜舰该怎么办 已经在打造的潜舰 我判断相当有可能会比较好的价钱 卖给菲律宾 我猜了 那这个因为我具体的 他们的内幕的资料没看到 那相当有可能 因为法国就必须要把那些已经在打造的 这些潜舰要兜售出去 菲律宾有意愿要买 所以我觉得可能价钱会比一般跟澳大利亚谈的价钱还要好 那对但是法国来讲还是有赚 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 一旦有了第一艘就会有第二艘 那问题就在于后面的所有的维修跟器材 那菲律宾就会完全依赖法国 因为这个部分是美国所无法供应的 那为什么我会说美国无法拦服 是因为美国没有才有动力潜舰的能力 它就有核动力潜舰 它不可能把核动力潜舰给菲律宾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美国可能做不到这一点 好那蔡委员 那你看光是在跟我们这样讲这个加强国防 美国现在是怎样 美国现在也是在紧张吗 是在怕解放军吗 在关岛要部署新型的导弹防御系统 你看日本媒体有这样报道 还说应对导弹与飞机的同时攻击 然后美国会将宙斯盾舰使用的垂直发射器 分散部署引进可移动发射器 现在为什么它这个要在关岛来部署 一个新型的导弹防御系统 那根据报道说 其实除了有萨德之外的部署 现在还要来加强这个部分的防御能力呢 日本产生新闻报道这一则新闻 我看的实在是 记者到底有没有在用功啊 一个莫名其妙 为什么 美军从低岛链撤回去了 几乎所有的重要的海空军的力量 都部署在关岛跟天宁岛附近嘛 那本来就是很多的雷达 你管人家雷达是固定 还移动得不好笑 对不对 第一个 它那么多装备 它不去搞一大堆雷达在那边 它干嘛 它为什么要移到关岛 就怕解放军打嘛 那你以为到了关岛解放军就打不到嘛 还是打得到啊 只是距离比较远嘛 那所以你有那么多的装备 要集中在那个小岛 在日本还是分散开来的哦 对 你现在集中到那边去 那你多弄几个雷达是应该的啊 不管是什么萨德什么德啊 它当然装了一大堆嘛 那什么叫做什么 都弄几个什么垂直 只有装在船上才有垂直不垂直的问题啊 在地面上 哪会管你垂直不垂直的问题啊 陆基发射的 有各种形式给发射了 就没有什么这个太大的差别了 所以对于一个军事基地 去装配这些不必大惊小怪 但是有没有用 没用啊 为什么 因为解放军要打关岛的 不会用一般的导弹嘛 一定用高超音速了 那问题就是高超音速 这现在雷达 目前的雷达拦不住 光光匕首导弹就已经证明了 你看爱国者三型的 雷达多进步啊 还侦测不到啊 拦不到啊 只有乌克兰敢讲说 哎呦我好厉害啊 我用爱国者导弹 给我拦到那种高超音速的匕首啊 是我证明的不是那么一回事啊 所以中国会用那种 那种上一代的导弹 慢慢的打你啊 那不可能嘛 最好就不发生战争 要发生战争的话 你又没有最新型的 真的可以对付超高音速 导弹的这种雷达系统 目前还没有嘛 是 所以我是觉得 产经新闻做这个 纯粹是为作文章而作文章啊 有点的好顾一下 散动一般不懂的人吧 好来亮哥 那我们来看看 现在呢 大家在问 普利根去哪里了 他在哪里 在明斯克 在明斯克 在喝咖啡 在喝咖啡啊 有人募集啦 然后我刚开了 也有最新的消息是 美国的官员 情报的官员 这个时候不要看美国的新闻 这样啊 说什么他已经到白俄罗斯 还在饭店 是特别选了一个 没有窗的房间 以免被暗杀 这个是后面那句是美国家的 是 所以现在呢 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呢 普丁在今天也声明啦 然后呢 那到底要怎么处理瓦格纳 怎么处理普利哥金 然后现在 这个克里姆林宫 当然也有宣布达成协议了 瓦格纳撤兵同时 针对普利哥金的刑事立案 要被撤销 然后说他要去白俄罗斯 嗯 亮哥 我觉得普京是一个 是一个多方布局的领导人啊 这特工出身的领导人 脑袋都比较细腻啊 事实上 瓦格纳大概在俄国境内 就7月1号解散嘛 对 那我认为大概分成三卦 有一卦就是 没有参与游行的 就加入国防军嘛 那可是待遇实在太差了 差太多了 因为瓦格纳平均一个月 领四千美元 俄罗斯的人均只有一万五啊 差太远了 所以他们有一些人会 想跟普利哥金走嘛 目前传出大概三个旅 大概八千人 跟他去白俄罗斯 那卢卡申哥非常欢迎他们 卢卡申哥事实上是希望 普利哥金在那边当作一个新的组织的训练官啊 那希望能够发展到六万人左右 为什么呢 因为他非常害怕波兰会打他 因为俄罗斯虽然把核武搬到白俄罗斯啊 那是非常阶段才会用嘛 你平常还是要应付地面战争啊 那你怎么知道波兰不会对你动手 那另外一个我认为是普兵有点故意啦 因为白俄罗斯距离基辅只有100公里 那我现在把我那个作战能力最强的就摆在你上面了 让你腹背受敌啦 就逼你来谈判啦 让乌克兰赶到 事实上在普利哥金确定要往后撤 乌克兰的攻势就停止了 然后就立刻说我们愿意 又透过谈判解决 所以我认为普丁布了好几局啦 那其中不是有一些囚犯兵嘛等等啦 那些坦白说 俄罗斯也不会收啦 白俄罗斯也不愿意收啦 那我认为这些人大概就是去非洲啦 所以等于分成三挂了 是是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那个对普京来讲 他也不希望这一群人在国内作怪啦 因为你如果把他解散啦 那人家怎么生活 那那些这些 然后他如果有一些是从 从那个国防军退役出来的 很多人事实上就跟少姨谷不好嘛 那你如果让他留在国内 你看这个他们都是这个很有十八般武艺的人啊 对不对 是 所以我是觉得他又做了三股力量的处理 好 那美国方面呢 你看一方面拜登强调说 这个政变跟我们西方无关 跟美国无关 跟北约无关 可是呢另一头看到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发言人呢 还说 我希望普利哥金在出现在跟我们签引渡条约的国家 到时候要寻求执行我们对他的起诉 是因为记者有问 美国是不是尝试逮捕普利哥金 因为有跟通俄门的事件有关 赖老师为什么美国会这样的表态 这样子的话就代表他要跟普利哥金要彻底的切割 因为目前俄罗斯他们放出来的讯息很明确 说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案 那还没有结案所以还在调查 调查什么呢 调查这个叛变跟美国有没有关系 跟北约国家有没有关系 如果证实有关系的话 那等于是美国试图要推翻俄国的政权 那这个普丁不能容忍 不能容忍相当有可能这整个战争会外溢了 也就是不一定只在乌克兰打 很有可能会往外扩张打 那这个不是美国人所乐意见到的 或是美国人现在已经准备好 跟俄罗斯来一场真正的大仗 我觉得美国还没有准备好 你看现在整个北约国家都已经缺弹药了 缺的一塌糊涂 连乌克兰这么小的战场 弹药都不够了 如果这个战场扩大 而俄国在第一时间就使用战术核武的话 那美国要反击还是不要反击 还是就认怂了 这个对美国人来讲 这是目前来讲确实紧张 所以拜登才会说 我们跟这个事情真的无关 那为什么这个发言人他要说 如果普利克金到了这些 跟他有引渡条约的国家 就一定要把他引渡过来 他要去审判 就代表说跟我没有关系 跟我们没有关系 目前美国是极力的要撇清 跟他有关系 那可是问题是俄国信不信 对啊 所以还在调查中 所以俄国还在调查 不过现在呢 当然这西方也很喜欢 把这次的事件之后 包括普丁的政权部稳 以及中俄之间的关系 把它做连结来宣扬 结果今天蔡媛媛 我们看到秦刚 致辞的时候说 因为他参加是中俄智库 高端论坛嘛 就是说要继续跟俄方共走 普惠共赢的道路 然后俄国的外长还引用了 两岸原声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这一段李白的诗去 形容中俄关系 没有啦 每一个人都希望 在这个事件里面 找一个最佳的表演的位置啦 这个普利克金不是军人 他不会指挥作战 他军事是一窍不通 他会做菜 对 不是 他就是一个 没有 他就是 瓦格纳集团的 哲伦司机指挥表演 他就会发那个telegram 讲话表演 实际上指挥作战的是乌特金 乌特金非常的低调 非常的低调 他是个很厉害的商人 他除了这个乌特金 指挥的军事部队以外 他还有一个网军作战部队 磨成公司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 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直播节目 我们全都在里面 一次满机